在美國撤出阿富汗時 我們知道在阿富汗的首都機場 有一次恐襲事件 那些恐襲事件 美軍在守恐襲後 就向群眾開槍 將恐襲事件擴大 本來死的人沒有那麼多 現在無端多了很多人 而翌日他們也用無人機 襲擊了另一個人 現在在英國那邊的每日郵報 這不是中國消息 這是英國郵報的每日郵報的消息 我會把這個郵報的消息放在描述裡 大家可以去查 基本上我亦都把這段消息的頭條 用Google和大家訊息 基本上大家現在的銀行物上未見到 五個大樓聲稱 美國無人機襲擊殺死恐怖分子 實際上是殺死了一名救援人員 這個是A-Worker 我們照樣說應該是社工 殺死了一個社工和七個小朋友 而當時總共造成十個人死亡 當時他們說 看到有些東西裝在車上 或是炸藥 其實只是裝水 一個令人震驚的報告顯示 顯示出無人機襲擊殺死阿富汗的援助工作者 這是非常之差的手法 在8月29日的機場附近 一個住宅發生成首人死亡 其中七個是兒童 五角大樓說這輛車是一個 Emminent Threat 即將發生急在未設的威脅 當然不是 四十三歲的司機 其實是幫美國一些資源組織的社工 監視視頻顯示 他在後備商品裝水壺 而不是炸彈 目擊者說 他當日整天為了救援組織到處跑 大樓說他們的行動可以 把他拉在一起 國防部也告訴每日 我們仍然相信 他阻止了迫在危險的威脅 即是做錯多事不肯贏 亦都使得阿富汗人民更加受多痛苦 何時美國才學會 不要說謊呢 整個在2001年開始 所謂的反恐怖活動 所用的藉口 包括入侵伊拉的藉口 都是利用人民的恐懼心理 譬如伊拉的藉口 有大殺傷力武器 如果我指責你 說你有好好功夫 你可以隨時殺死我 那是不是我應該殺死你呢 當然不是 我們不可以搜問別人想什麼 我只可以根據事實去做事 如果有一些集擊行為 我們阻礙到當然好 但阻礙不到 很可惜 我們要等那件事 做出來之後 有證據可以 是動手的 某證據是沒有動手的 這個這麼簡單的道理 一個叫做法治的國家 它偏偏就不跟 所以使出現在 我想世界上 大部分地區 都會認為 美國其實是一個 非常之沒有道義 沒有法律基礎的國家 絕對不是一個民主的 所謂的燈塔 更加不是仗義的國家 絕對不是 大家看清楚一點